众所周知,影视圈已经哭眼妖水女型久已 她们在刷新自身演技下线的同时 还给大众带来了冲击 所幸近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花 让观众重新认识到了什么才叫真正的哭戏 那么在这些小花中 谁又是你们心目中的Top1呢? 这里是虾谈鱼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女演员们在哭戏中的共情力吧 第一位宋祖儿 曾几何时一提起她 不少人都会先想到活泼可爱的小哪吒 又或是她的小张伯之头衔 而如今她已经成功跻身于95后小花的行列 并凭借在电视剧《乔家儿女》里的出色表现 让大家对她的演员身份有了新的印象 片中她所饰演的四美是乔家最小的女儿 从小就被哥哥姐姐们用爱团团包裹 但她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严控恋爱脑 自从认定对象后 就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 常常做出一些令观众看得火冒三丈的行为 只可惜她的真心并没有换来完美的结局 为了刻画出这个角色在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 宋祖儿用细腻的微表情进行了区分 第一次是意外得知真相 她的眼神中有种不想面对的倔强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第二次是撞破劈腿现场 难受和失望的感觉更为强烈 所以一出来就浑身营绕着一种濒临破碎的挣扎感 直到尘埃落定 她才对这荒唐的过往彻底绝望 此刻眼泪里承载的是自嘲和讽刺 周宇彤的哭戏也属于沉浸式表演 在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 她所饰演的乔西晨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独类要强的女孩 带着对生活的那股子拼劲终于在大城市扎了根 但人生终归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没过多久她就遇上了钱被骗交不出房租的难题 于是周宇彤在表演时直接爆发怒音和哭腔 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了角色内心的崩溃 后来工作上的不顺 还有离世的噩耗也接踵而至 压垮了乔西晨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某个夜晚她花大部分积蓄买了瓶酒 干脆蹲在街头大哭了起来 听着周宇彤沙哑的声音 观众们也不由得纷纷揪紧了心 一句对好友的呼唤 更是狠狠击中了无数人的泪点 隐眼哭戏够真实著称的还有人命 在电视剧《清平月》中 她化身赵辉柔 演绎了一曲有乐道苦的人生悲歌 刚开始她无忧无虑 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直到皇帝下令给她配了个租笔不堪的驸马 昔日鲜活灵动的小公主就此失去了笑容 再加上婆媳关系崩塌 追逐真爱无果等原因 后期的赵辉柔可谓是典型的赞一个惨字了得 尤其是心怀不甘 质问朝城的那一幕 在人民的诠释下令人得以瞬间共情 你是不是觉得爱恨称痴都是有罪 人就该活得像个傀儡 不过她其实在个人首播电影 《悲伤逆流》成河中 就已经向观众展现过自己超级的哭戏技能了 表演时 任敏仙是用验身戏和打断的台词 建立了和冷漠旁观者们的对比 铺垫了情绪 让整个画面都充斥着真实且沉重的无力感 那么有甜种专业护之称的赵鲁斯 演起哭戏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看看他在演技拍里的表现 大家或许就答案了 当时导师张宋伦给他出题 让他饰演一位因车祸而无法正常走路的女孩 收到了指令后 赵鲁斯立刻投入状态 红了眼眶 紧接着用笑容来演示角色内心深处的不安 并在搭档的配合下 现场展现了什么叫一秒破防 随着泪水的滑落 不止担任评委的余政开始疯狂莫泪 屏幕前的观众们也被他深深打动了 后来他又在抑郁中女孩的选题中 发挥出了生动自然的演技 不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肢体语言 都包含着一股由衷的脆弱感 白鹿演戏时所表现出来的破碎感也非常绝 在周生如故播出时 他就曾因为一段高虐的哭泣登上过热搜 当时他所饰演的时宜 得知自己的师父起兵叛变 还得受酷刑完全无法接受 碍于诗语设定 白鹿在表演时 只能通过手语和表情向观众传达情绪 好在他能力过关 从听到消息时的不可置信和担忧 到急于为师父辩解的无作与不安 都表现得非常到位 在对情感递间的控制上 他也做到了精准二字 前面只是眼含泪花 而最具杀伤力的一滴泪 则留给了听到酷刑的那一段 虽然楚桥传因为剧情拉垮 数据造假等问题没少被吐槽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部剧让大家看到了赵丽颖的另一种可能性 纵管他以前的作品 不难发现他演的大多是可爱型角色 而在这部剧里他一改往常风格 挑战起了英姿萨爽的女将 不过战场上的他无所不能所向披靡 但看到心爱的宇文月神仙险境时 他又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对不起 伴随着赵丽颖的一声声哭喊和绝地的泪河 不少观众都被他那段痛彻心扉的演绎深深感染 也难怪大家都说这段戏根本不敢多看 因为容易看一次哭一次 这部剧里还有一位表现亮眼的女演员 那就是饰演袁纯的李庆 在故事的一开始 袁纯是个天真烂漫的公主 对烟寻情有独钟 不料后来心上人抗婚叛变 家国破败 自己也流离失所 遭遇了这一系列打击后 他确定黑化 变得阴险自私 心狠受辣 在这段转变中 李庆的反差是演技堪称一绝 比如苦苦祈求心上人的那段戏 他的泪水仿佛都不是落在了尘埃里 而是滴在了观众们的心上 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卑微 卓是让人不由得狠狠共情 也许哥哥 车儿求你了 不要造反好不好 另一位实力小花则是谭松韵 作为公认的演技保证 她在各种类型的作品里 都能稳定地发挥出最佳水平 《民主奇人传》里 她是武功高强的苗疆少女西水 看似冷漠疏离 实则帅真俏皮 笑的时候无比治愈 哭起来就会让人心碎一地 比如在一场男女主谈新的对手戏里 谭松韵和欧豪用极富感染力的表演 制造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一个哭得真实 一个哭得克制 放到一起 堪称双倍暴击 到了锦衣之下中 谭松韵又变身为女捕快惊吓 携手任嘉伦演绎的陆毅 谱写了一段又甜又虐的爱恋 在两位实力演员痛快的标系下 片中诞生了不少高能名场面 其中惊吓被俯的那段戏 尤为令人痛心 杨子的稳定度和专业度也不容小觑 就拿她在《天机之百蛇传说》里的表现来看 称她一生哭泣巧楚都不为过 本以为她在正片里的诠释 已经足够令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没想到花絮中配上爆发力超强的原声台词后 她的酷戏更加令人动容 不过这并非是她的高光时刻 毕竟她在不同的时间阶段 都曾留下过绝佳的哭戏 战长沙里碰湿亲人时的哭 哭出了魂不守舍的无力感 香蜜沉沉进入霜里的哭 则蕴含着从震惊冷漠到彻底崩溃的复杂色彩 十多年前一部《爱情公寓》上线 凭借无厘头的搞笑话风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一 在剧中扮演唐悠悠的一角邓恰恰 也靠着著名的唐氏法则表演火速出圈 不过本以为这只是剧本里的一个玩笑 却不成想 邓家家真的践行了这一法则 而且还用强大的反转演技 彻底摆脱了喜剧人的头衔 进入了实力派的行列 在电影《全民目击》中 她饰演的林萌萌是富豪林泰的女儿 因为自带叛逆属性 在一起案件发生后 被列为了第一嫌疑人 从头到尾都弥漫着紧张刺激的悬疑气氛 而最高潮当属大家在法庭上标戏的那一幕 隋红来 国富城 于南 几位戏骨同框标戏 邓家家丝毫不落下风 用几乎疯狂的表演撑起了剧情 到了结尾处 她又用可收敛可爆发的哭泣 诠释出了林萌萌 在回忆父亲时的懊悔和痛苦 令无数观众闪然泪下 无众之最终的她则多了层万念之灰的绝望感 仅一眼就足以封身 到了扬名利万里 破碎感成为了她的写照 美的泪似乎都能自发地唤醒观众的共情力 如此看来 内鱼的小花儿们 在口碑和实力上都出现了两极分化 当某些优秀演员 已经开始在哭戏上内卷时 个别人还在依托眼药水 熬哭戏扛把子的人设 那也就免不了惨烈翻车了 虾米匠们 你们觉得哪位演员的哭戏共情力最强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哭戏优秀的演员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